- 孝燕俊 - 孝燕俊 - 你沒有我在你的身邊見過你是不行的 - 你這輩子絕對不可以把我送給別人知不知道 - 知道啦 - 你這輩子就留在我身邊 - 永遠當我叫妹啊 - 好不好 - 老闆娘 寫香香囉 - 好 - 快去快去快去 - 好 - 去 - 你還好吧 - 還好啦 - 我問你啊 - 不管發生什麼事 - 你一定會挺我對不對 - 當然會啊 - 所以你現在可以諒解 - 為什麼我那麼討厭你老爸 - 你知道啊 - 我覺得連連這一次 - 一定會把他養得重的 - 不管怎麼樣 妳一定要挺我 - 我只剩妳可以幫我 - 放心 - 我會挺妳到底的 - 老闆娘 新早睡好了 - 來了 - 好了 - 不知道該怎麼說 - 慶俊不願意把揚揚 - 送回他的親生父親身邊 - 那該怎麼辦 - 這個慶俊是挺有骨氣的 - 不過就是脾氣虐了一點 - 我怎麼看都覺得揚揚應該回到他身附身邊 - 對他才是最好的 - 老媽 話不能這麼說 - 撫養規署權的判定有一定的程序和邏輯 - 血緣和撫養能力雖然是重要的考量 - 不過親情和當事人的意願也很重要 - 我能理解慶俊不把揚揚送過去的理由 - 畢竟那身父有不良紀錄 - 你認識范建福啊 - 不算是認識 - 我之前經手過控告他的案子 - 福祥雖然是百大企業之一 - 不過他的問題也不少 - 這麼說 可能會鬧上法庭嗎 這個機會是一半一半 對范建福來說 他爭奪撫養權最大的武器 就是金錢 一是花錢買 給下家一大筆錢 把洋洋接走 二是上法庭 他們有的是錢跟時間 官司拖得越久 對下家越不利 那可會跟對方談說 就有他們出生活費 教育費 讓洋洋跟清俊 繼續住在一起呢 像范建福這樣的大老闆 既然知道外面有骨肉 他怎麼可能讓他 在外面跟別人住 要是消息傳了出去 他的面子往哪擺 那真的只能靠打官司了 真要打官司 那下家不是會被告垮了嗎 放心 如果真的要走法律途徑 我還有很多救濟的管道 我不會讓連連一個人煩惱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煩惱的是 怎麼讓清俊點頭 讓洋洋去犯家 這才是親恩最後一個願望 不是嗎 真要女生 大小溪 是 幹嘛 發什麼呆 沒有 絕對發呆 我問你 你喜歡我哪一點 是不知道 還是根本不喜歡 不是 喜歡就喜歡 你哪有什麼哪一點 就想到哪一點 就說哪一點 就你對我們很好 對阿寶 楊安很好 讓我們家幫忙 在你家裡做飯給我們吃 很好 這樣聽起來 來 我好像老媽子 不是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是說 對 你看 你人也很可愛 眼睛很漂亮 然後會陪我讀書 教我功課 這樣 還有呢 還有 不嫌棄我們家 就來我們家這樣 所以 這些事情 我會以為我是誰 或者是不是誰 會改變對不對 當然不會改變 拜託你好不好 喜歡一個人就喜歡 那我為了什麼會改變 今天 來找楊揚的那個人 他說他的父親 叫做范建福 對吧 對阿 怎麼樣 我也姓范 你會不會覺得 哪裡怪怪的 怪怪 你姓范他姓范 怎麼樣 他是你爸 嗯 他 credential 自己做的 你不認知 你說他 可以 他 我相信妳 不好笑 妳要靠從法律系 去靠業務訓練班 我相信妳 你換車了 環保 現在流行減減減碳 換個排氣量小一點的 也省點油錢 那洋洋的事怎麼辦 妳先不要煩惱 改天我們找個時間 正式拜訪人家 搞清楚他們的意圖 說不定 他們根本沒有想 把洋洋借回去 也是 好了 那不想了 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 沒有 我在妳事務所也幫不上嗎 然後下個班給妳添麻煩 妳的事就是我的事 哪有什麼媽不麻煩 事務所那邊 我自己找客戶就行了 妳要 幫我負責好內心 對了 妳的業務還順利嗎 最近借了兩三個案子 都不大很快就可以解決了 雖然收入不多 但對周轉多少也就幫助 那就好 好了 我送妳回夏家房 等一下 妳先帶我去前面的超級市場 好不好 我要買兩瓶鮮奶 待會去給小朋友 妳要不要 我明天帶去事務所給妳 小溪 大嫂 妳在幹嘛 想跟朋友聊聊天 那我先進去啦 好 小溪 喂 希夏 喂 爸 我有點事情想問妳 什麼事怎麼神秘兮兮的 那個 妳今天啊 是不是有派阿國 去一個新西亞的家裡面 去找人啊 妳從哪兒聽來的消息 妳先回答我有沒有嘛 妳是不是派阿國去新西亞那邊 去找人嘛 謝謝 對新西亞的一家人 是不是跟妳有什麼交情 這一家人都是我的朋友 什麼樣的朋友 普通朋友 好朋友 他們知不知道妳是我女兒 爸 妳在審判人哪 希希 爸爸告訴妳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 新西亞的他們家 有個叫洋洋的小孩 他可能是爸爸的兒子 妳的弟弟 妳跟我說實話好不好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還不知道我的身份 這樣就好辦了 今天阿國 跟妳阿姨到他們家去 結果被轟出來了 有一個叫夏什麼的年輕人 他叫夏慶俊 對對對 叫夏慶俊的 這個年輕人好像脾氣不是很好啊 妳能不能幫我跟她說說看 她弟弟洋洋可能是我的兒子 我要把她接回來 爸 妳殺了我算了 我根本就不想跟慶俊說這種話 這個夏慶俊是妳的男朋友吧 你們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我拜託妳 別那麼會胡思亂想好不好 我不跟你說了 喂 喂 妳再聽爸爸說兩句話好不好 妳就兩句 爸爸昨天中風了 爸 妳不怎樣啊 還好嗎 我現在沒事了 到了我這個年紀的人啊 很多事情都事前準備好 尤其是後事 爸 你剛說沒事 怎麼像有很嚴重的樣子啊 夏慶 妳聽我說 爸爸原先以為 只有妳跟媛媛兩個女兒 可是現在我知道還有一個兒子 我怎麼會不把她接回來 好好的栽培呢 這一點我真幫不了妳 清清她不會把楊楊給妳的妳死心了 那千萬讓我跟她見一面吧 我只是跟她見個面而已嘛 我不會做什麼的 我不會做什麼的 也別讓她下去就知道 好不好 那妳答應我不能亂來哦 爸爸保證 好 那妳明天等我電話 好 好好 好 好 爸爸妳在幹嘛 要做宵夜啊 不是 這些東西都過期的 都怪我 太忙了 忽略了 還過期兩天耶 應該還可以吃吧 妳有沒有聽說過 病從口入 那吃東西要注意 以前家裡又有兩個小朋友 大嫂 妳真貼心 我都做不到 這個習慣是可以培養的 只要妳多有一點心就好了 爸爸幫妳 妳看 妳看 妳剛剛是跟前小電話 沒有 跟老同學見面 想跟她約時間 也是 日常 你 自從照顧這個家之後 你很少有自己的十二時間 我搬走以後 你要多幫忙一下進去 自己也是個大孩子 麻煩你了 大嫂,你一定要搬走嗎 我是說 就算是完成了大哥的遺願 也不一定要搬走 這個家也需要你 我們也都很喜歡你 就算我想要住在這邊一輩子 他們也不能由你依賴我 阿波洋洋 之後一定會長大 他們會有自己人生 你跟清俊就不用說了 你們進了大學之後 就會交新的朋友 你們入了社會工作 就會發展自己的人際關係 我永遠會是你的大嫂 你們的後段 走嗎 嗯 我在想這幾天 先去問音樂癢癢的事情 跟我鬧陪妳 她現在很聽妳的話 妳幫我多開頭她好不好 大嫂 妳知道 其實我 那個范健福是 我知道 因為妳自己爸爸很花心 所以妳不喜歡范健福這個人 對不對 可是為了洋洋監督著想 為了不要成為這個家的負擔 要在對方高雙反應之前 我們一定要先想辦法 解決洋洋服洋的問題 小心拖勞 小心高雙死了 大嫂 大嫂 什么事啊 一早就要出门啊 赶快去换衣服 我们随时要走 走去哪啊 你就别管那么多 快去吧 你在干嘛 大嫂不在啊 要不然呢 你要不要吃棒棒糖啊 妈 吃棒棒糖 干嘛 还要生气啊 我知道你还要生大嫂的气 大嫂又不是故意要跟你做对的 管好你自己吃就好了吧 你跟你爸的钱的事情怎么样 我只是跟他见个面而已嘛 我不会做什么的 你也别让他下进去知道 那你答应我不能乱来 爸爸保证 好 那你明天等我电话 你人也很可爱 你竟然很漂亮 然后会陪我读书 教我功课 对啊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不嫌弃我们家 去老我们家这样 所以 这件事情 不会变我是谁 或者是不是谁 会改变对不对 当然不会改变 对 怎么样 你想什么 今天呢 换我去接洋洋 你去接阿宝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 就洋洋学校附近那边在特价 那我想去那边逛逛 那你来 来 干嘛 你朋友发烧嘛 你什么时候为了打折去买东西 我就想去逛逛 那你要快 你要快下课 你不要让他等太久危险 好 赶快去 我要去咯 你要去赶快去 我刚不跟你讲 快点啦 你到底要不要去接啊 快点他要下课了啦 好啦 不是急得要出门吗 现在又要等什么 喂 是 你稍等一下 董事长 电话 喂 谢谢 在哪 好 我知道 我们出发了 是 到底要去哪儿啊 你怎么ал 潘晓星球大 好 二國 我們去哪兒 我也不知道 董事長要我開到樂群二路 這到底是哪裡啊 這裡 你坐好 范小溪不在這裡 該不會自己發現沒帶皮夾了吧 這次天氣 上後還可以吃 上去的 上去看 要這樣 合起來 蟹餅 做 包 你 你搞什麼東西啊 有錢老不起,會不會開車啊 不要 不要 打車嗎 不要 打車嗎 二嫂 我二嫂,對不對 對,二嫂,你走這邊 洋洋洋 我們今天算不回家 不要坐公車好不好 回家 好嗎 走 洋洋,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二嫂走路走,腿痠了嘛 我去叫你坐公車 洋洋洋 洋洋洋 他們來了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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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那麼多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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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 你出兩手幹嘛 洋洋 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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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两句话 你答应我不能扣进她的 你说话不说话 我就说两句话 你叫我俩走 大小姐 你不要惊认词 喂 芽芽 你是谁啊 我是你 别说 你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东西啊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干什么啊 动手动脚的 你有没有家教啊 什么又是你们 不是跟你们讲清楚了吗 欧阳阳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听不懂啊 秦决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啊 你就是那个 把我妈甩了的半剑服嘛 你妈妈跟你哥哥 去世了我都知道 你现在还是个学生吧 生活一定很辛苦 你让杨阳到我们家去住 你就可以专心的念书了 好不好 你们很莫名其妙 我们家现在好好的 什么时候需要你们这些外人 来做我管闲事啊 秦军 我们不要跟他们啰嗦了 走了啦 走 麦小夕啊 你怎么帮起外人来了 你刚刚说什么 你再讲一遍 你不知道啊 她可是我们范家的大小姐呢 所以 你今天自己要来接我给她下课了 就是要把她送还给你爸爸 我没有 滚 你给我滚了 我从家里看你都不要看到你滚 滚 晋军 你不要误会小夕 她没这个意思 你也一样 爸 建福 妈 建福 爸 你现在回家 爸了 建福 爸 你们怎样 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要再看到 不要让我们走 请问你 想念的人 是不是我 是怎样啦 最后不要见到她了 是你 发动脾气啊 不是啊 喜欢就喜欢 然后怎么拿一点 就想到哪一点 就说哪一点 就 你对我们很好 对阿宝 杨阳很好 让我们家帮忙 在你家里 做饭给我们吃 很好 这样听起来 我好像老妈子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对 你看 你人也很可爱 你竟然很漂亮 这样 然后会陪我读书 教我功课 对啊 还有呢 还有 不先去我们家 就来我们家家好了 所以 这件事情 我会问我是谁 或者是不是谁 会改变 对不对 当然不会改变 拜托你好不好 喜欢一个人就喜欢 那我也有什么会改变的 怎么问我嘴巴 闭嘴啦 其实你误会他了 这胡说什么 刚刚二嫂 很拼一毛补我 那个老头要抓我的时候 他就说说话不算话 以后都不理他了 现在怎么办 家宝 走啊 好 好了 别气了 没事 我去 董事长 今天下午要不要进公司 今天没心情 你先回公司吧 是 圆圆应该回来了吧 你上去看看她 嗯 还在想那个夏清军 那个孩子的脾气真冲 你到底喜欢她哪一点 我会那么多感吗 你又不会了解 我是想看看怎么能帮你 怎么帮啊 之前甩了她妈妈 现在又跟她争弟弟 你根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呢 现在是仇人的女儿 我想到就很烦 我看她只是一时的情绪 过了就会忘了 晚上你打个电话给她 说点好话 应该就没事了 你以为跟你在外面猴女人一样简单啊 秦俊这个人 虽然脾气来得快去得快 但是她就突然间骗她 她还在那边说什么风凉话 爸爸是想帮你拿个主意啊 你今天帮了我一个忙 我也想帮你一个忙 你不要再去打她弟的主意 也不要再叫我办事了 就算帮我一个大忙了好不好 爸 你可不可以暂时 不要再去想洋洋的事了 所谓的暂时 是多久 我不知道 一两年 或许三四年都可以 就是不要现在去拆散他们家嘛 希希 爸爸真的很想要洋洋这个儿子 那你怎么不去想亲君想要什么呢 她从小就没有爸爸 妈妈又改家很多次 都说她哥哥抚养他们长大的 现在妈妈跟哥哥都过世了 她指上弟弟跟妹妹 家人对她要很重要 你现在去跟她争洋洋 不就是跟她拼命吗 我不知道他们家经过这么多破折 那你在认识她妈的时候 怎么不去调查她的背景呢 我没有想那么多嘛 那你现在知道了 是不是可以放弃赞去养洋 爸 如果你想要养洋这个儿子 我有个办法 你可不可以考虑看看 你说说看 就是养洋的生活费 教育费由我们出 但是还是继续让养洋跟亲君住在一起 那她跟谁姓 她现在姓欧 但如果之后继承我们家家业 当然跟我们姓 姓范呢 爸 我拜托你啦 我只剩这个办法了 我希望她认识归宗 做我们范家的儿子 她将来还要继承我的事业 生活费教育费我付是没有问题 既然是我的儿子 生活就要在最优秀的情况之下 也要接受最好的栽培 可是不跟我住 爸 你要拆占多少个家庭才甘愿啊 你让爸爸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我还要你再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是不准你再去骚扰夏家 也不准你再去找洋洋了 远远的看着呢 不行 好 好 我依你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搬回来住 我还要再想想啦 有答案再告诉你 我要先走了 你要去哪儿 很烦啦 出去逛逛 好 费用我出 人却不跟我住 一个女儿是这样 难道连儿子也要这样吗 自己能去哪儿 哪儿 那我呐 吃两层 她开我了 快了 我好好说 你能做什么 找人啊 对 好 好好好 不能打一下 真的吗 我要在那里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不是我 淼淼 一架没有了 这次拿几个 二哥 二哥 不接电话吗 又揉揉 你接起来 刚才有叫标再打来了 把自己接 我想找你出来聊一下 方便吗 你不要再打来了 那我在咖啡厅等你 大嫂拜拜 煩 是谁打的 你个什么理财专员的 不知道去哪里弄到我电话 杨洋 二哥 是不是心情不好 他刚刚闷头架了 为什么 这件事说了就长了 我妈要讲给你听 你是说犯贱不是你报啊 不会是同名同姓吧 是就好了 关门是同一个人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洋洋是你弟弟 还是你本来就知道了 我哪那么厉害啊 我也是昨天下午 我爸派人来看洋洋的时候 我才知道的 对了 清俊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他怎么说 他说 他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了 然后下一句 左手一旋 把那个黑人打脑 然后我右脚一踢 把那个老头子踢打 就不好就回来了 二哥好厉害啊 可是阿宝还是不懂啊 为什么二哥要跟二嫂抄脚 你刚说话 你到底有没有听啊 那个字才是我爸爸的 就是二嫂的爸爸 二嫂的爸爸是你的爸爸 不对不对啊 二嫂的爸爸就是二嫂的爸爸 养养的爸爸就是养养的爸爸 我真不应该答应我爸 我安排他跟洋洋见面的 这下我在清俊面前 真的变成大叛徒了 清俊就是脾气太坏 脑筋太死了 他应该要这样想 如果把洋洋送过去 不但是对洋洋好 而且还是完成清恩的遗愿 好 更何况 这样他也可以专心念书不是吗 我为什么要抗拒呢 大嫂 这一点我没办法同意你 为什么 既然饭间不是你爸爸 洋洋就是你的家人 这样照顾起来不是很方便吗 好 我家 没有你想象这么简单 二哥的爸爸是大哥的爸爸 二嫂的爸爸是洋洋的爸爸 那阿宝的爸爸后面是大嫂的爸爸 你有没有想太多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讨论这无聊问题 进去东西收一收准备吃饭 今天不会是你做饭吧 那不然 你们俩在这什么态度 我做的东西有这么难吃吗 我的后母 就像个守着地盘的母狮子一样 整天在家里遗址气死的 就算是我偶尔回去一次 也要忍受她的冷潮热讽 如果把洋洋送回去的话 就像是放一个 跟他争家产的剑拔在他面前 我都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洋洋 是喔 我本来以为 让洋洋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 一定可以好好发挥天分的 可是我刚才听你这样讲 把他送过去 我担心他会被受到欺负 问题是 现在我们两个人说的话 进去应该都不会停了 要不然这样好了 等一下我们一起回家 我就先进去 毕竟 他送我其实是昨天的事情 跟你比起来 我受气的程度 可能比你少一点点 来咯 本世纪最好吃的翠玉蛋炒饭 来 吃看吃看 看起来好好吃喔 好香喔 怎么会有蛋壳啊 这不不蛋壳 这有蛋白 快快吃吃看 快 好咸喔 好咸喔 等一下 会吗 你在找我什么 你们一定有一个达斯蔓延的 什么东西啊 我吃吃看 喔 喔 里面真的有一个卖眼 我会不会花点 你们不要吃了 二哥去买自助餐好了 快 不用了啦 可以吃就尽量吃啦 没关系啦 还是可以吃啦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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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班太晚啦 所以说得到自助餐店 买几道菜 来 没有想到你会来 所以我就炒饭一样吃 为什么会叫小夕来 因为大嫂 二嫂跟二哥吵架了 一位 二嫂 二嫂的爸爸 是娘的爸爸 对不对 大嫂 你会算命喔 当然不是啊 是小夕告诉我的 二嫂 原来你在外面真的有个儿子啊 是啊 没想到 上一次的玩笑话居然成真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你们见过面了吗 见过了 早上见过面 很清秀 看上去也很聪明 很乖巧 那就什么 警局 先掌索 你要你用力点啦 药船很用力的啊 热血了 用锤的 用锤的很好 薄髋辛苦啦 Aur vaccination 受水衣构啦 嗯 对嘛 我就有感觉 那个时候看上去很亲切的 谁呀 什么呀 对了 下午我在电话里头 跟你提的那件事怎么样了 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律师那里我帮你也上午见面 至于详细的地址 我会给阿果的 不用 就你我 你跟我去 我 你是我的介绍人 我希望你能在现场帮我看着 你谈公事我不方便吧 没什么方不方便的 我的公事 我的私事 我都不怕你知道 那一扇车门 关注我们的裂痕 一身就针断了 回头的路程 爱无法群分 以后就留给你们 也许用伤害结束 爱才更动人 容忍的人 其实并不笨 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 既然爱不能恒温 既然爱不能恒温 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 你是好人 也是个坏人 对我坦诚 只为了 只为了找他狂奔 不能放任 所以放了 这点痛我还能忍 不是好人 也是个坏人 分得够狠 你才有借口转身 宁愿满 宁愿满 一点不舍 也不忍 看恋人 爱成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